听了贾世芳的话 雍正不禁问道 那个义人是谁呀 在哪里能够找到呢 贾世芳苦笑了一下 找不到的 他是黄石宫 那个死投驼尸体 在神武门外金水河 请万岁叫人捞出他来 好生安葬 并求万岁允准贫道返回江西 用功诵经赎过消遣 哪有广行善事返受天谴之力 不就是陶木剑吗 朕好生再赐你一领 给你盖一座罐 有事为朝廷效力 无事深藏不露 何来之祸呀 外边有个小太监 诗经打怪的说 万岁爷 神武门外头 击死个黑头老和尚 掉在河里飘起来了 入热难熬的盛夏 终于渐渐过去 雍正五年的秋天 在知了越来越凄苦的鸣声中 悄无声息的走向人间 7月15 渔兰会后 接连几场雨 当天气放晴的时候 人们精益的发觉 早晨起来 需要披加一 遇寒 张熙 在河南 结中 罢考不成 得到学正 张兴人资助 得托大难 不敢返回 湖南永兴老家 却学身浙东 遵从老师曾经 临行嘱托 去投奔东海夫子 吕刘良 不料赶到 才知道 吕刘良 已死了十年有余了 吕家宗里 对老爷子的 私书门生徒孙 向来有惯例 一概赠言送书 送了他 二十两盘缠 和一部 明月级诗稿 客居 繁琐南安 便辗转的 来到了山东济宁 又登游泰山 猛然想起 曾经的好友 邝氏臣 就在泰安 急下山寻访 却又扑了空 邝家的人 不似吕家大方 连饭也没留 吃一餐 只告诉他 邝氏臣已经中举 现在北京三贝勒府 帮办文书 打发了张西出来 张西奉尊师命出山 筹划 是要做一番大事业 先去江西龙虎山 拜楼师园 要求学道 楼师园说他 孽俗未了 不肯收留 恰又遇见被楼师园 逐出师门的贾世芳 二人相悟出面 报应投缘 不料他刚已吐露一点 反清复明的意思 贾世芳便飘然离去 张西为了学到这位奇人的道处 跟踪江西 浙江山东直立树省 在沙河殿又有一会 再追的时候 贾世芳已经恶然无踪了 他是个牙关 咬得极紧的男子汉 眼见甘凤池 在南京落难 结识江湖英雄为难 一横心到河南府 投靠表姐家 改集投靠 在秀才们中间 串联闹市 眼见要成功了 又被田文静扑灭 他永远也忘不了 张星人那晚赠淫送别的情景 当晚天刚黑 在学台衙门前静坐的张西 被一个陌生人叫出去 悄悄的说 张学台要见你 来跟我走 他起身迟疑的 扫视了一眼 默然端坐的众人 看不见秦凤吾的样子 心知事情有变 转身见那人 仍在黑地里的等着他 快步赶了过去 二人钻了几条胡同 在城郊 在城郊 掌满了荒嚎的一个破砖摇钱 站住 张西问道 张学正呢 我就是 一个黑乎乎的身影 从摇后转出来 张西去着眼看了半日 始终看不清来人的眉眼 正要发问 张星人说 你不用看 我绝无歹意 薛台大人 学生只是区区一个秀才 照了学生这里相误 有何建交啊 天志台已经会同涅斯衙门 开封府衙门 并预备调铸城迎兵 包围闹市考生 一体擒拿 他敢 他有兵有权又有胆 怎么不敢呢 这是天下第一 石心铁腕总督 河南官场 号称第一难产 如今人人为之如虎啊 难道他不怕千夫所指吗 他要怕这个 就不敢驾柴山 亲自举火 焚死白衣安 葫芦庙僧尼了 张西倒抽了一口冷气 全身机灵的一个冷战 老大人 您有何苦救我呢 我与您并无渊源的呀 哦 我调阅过你的墨卷 也付过几次你们文会 吸你的财 张兴仁在暗中叹息了一声 从怀中抽出一张纸 递给了张西 天文静 仗势七人 刻意作见读书人 河南文器本来就薄 更哪堪如此柔烈 朝廷里有奸命 皇上为群晓所困 重用匪人 轻薄盛道 我无力救大局挽狂澜 只能就我职权里 烧尽 这是三十辆银票 你带着他远走高飞 还补文书一下 我就护不了你了 老大人 你行事十分梦浪 快牛破车 张兴仁见他伏地叩头 双手挽起他来 语用心肠地说道 这一曲 再无晦气 这就是我们的临别赠言 我不能在此久留 你也快走 他手一摆 有人即牵过马来 疏然扬鞭 已经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如今资负将继 互相难返 投钦不拙 怎么办 一阵秋风吹来 铺怀沁凉 张兴从迷惘中醒过来 但见远山寒翠 云盘如带 晋锅村树已老 黄叶飘地 此身站在通往北京和河南的三叉道口上 张兴几乎没有怎么想就决定了 到北京去 这一路上 无论是在省园 还是在县城里 到处九四客栈里 都在流传当今爷 世母 篡位 涂地的谣言 有的地方 有的传说 雍正炮轰年更有 害功杀能 更有密敌议论 月中起 暗地里撕购军粮 准备起兵造反 雍正爷 照月大将军进京 月大将军畏惧 不敢奉照 诸如此类的飞语 更证实了 曾敬老师 如今天下干柴遍布 一点极然的说法 到北京 可以亲自看看 是真是假 说不定寻出新的机缘来 再者 不见见旷师爷 他的钱 已经不够返回湖南了 张熙一路 不再耽误 净由德州 取道保定 直驱北京 虽说也有一千多里 但都是一马平川的意道 又是秋凉 天高气爽 好天气 走了小半个月 也就到了 当日天色已晚 张熙打听着 在城东一家小客栈住去 第二天 起了个绝早 赶往鲜花深处胡同 北头的 红石的王府 此时 天刚放亮 张熙 续着眼瞧 只见门口几个太监 正在摘灯 西竹 十几个哥士哈 挺胸突突 按刀而立 鹰子似的 雾力不动 王府正门 紧紧闭着 还有几个巡羹的 沿着胡同高墙 一丝不苟的敲着帮子 云罗 谈气袭人的清晨 寂静中带着肃杀 他小心翼翼的过去 刚开口说了句 我是远地投心 要见府上 伺候的矿 一个太监 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走北偏门通报 正门不接外客 张熙倒咽了一口气 只好向北 走了大约一箭之地 人间一道锤花爆煞门 大开着 却是平出平入 没有时间 小贩们 推着柴 梅 油 菜 甚至还有挑着 一蛋一蛋的蛋肉 厨房的调料 食心瓜果 都从这里过往 一个小太监 在门口扯着公鸭嗓子 吆喝 王爷就要下职 快点 混蛋 那猪往北赶 猪不往厨房 要赶到轿房 日你老了的 倒会想 喂 那车水是叫你喝的 是从玉泉山上拉来的 他忙着指挥 张熙叫了几遍 他才转过脸来 上下打脸着问道 刚才你说什么 我要见矿师爷 你是哪里的 我是湖南来的 矿师爷是我老师的亲戚 小太监 好半日才想出他们的关系 看他一身打扮 谈吐 决然是来打抽风的 也不说较劲不较劲 却说 你先等着 王爷下职了再说 便奔过去 张罗别的事去了 张熙 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蹲身坐在下马石上 望着秋空上 刚刚飞起的燕阵 心头突然一阵悲仓 母亲这时辰起来了 正在访花 还是在灶吹 哥哥呢 正在劈柴 还是已经夏天了呢 思量着 远处 有戏子吊嗓子 一压的声音 还有隐隐约约 拨征条弦声传来 张熙一阵赶贝 信口淫道 当时 只应掉头转 转得头来 路遥远 何似人亡高阁上 以兰弦唱 望江南 好雅兴 这早晚有人在我府门头 淫尸啊 哈哈 身旁突然有人说 张熙抬头看的是 一个二十猪头的青年 牵着马过来 身后还有一大群 护卫太监家人 正要开口问 那个小太监 早已经磕头请安起来 对那青年笑道 这人是来寻旷师爷的 说是旷师爷亲戚的学生 老远的从湖南来了 王爷上职去了 奴才寻思着 旷师爷这门亲也忒远了 就没让他进去 找我来的 湖南的 红石身边站着的 旷师爷眼前一亮 你是曾求仁的学生吗 见张熙低头称是 旷师爷转脸又对 红石说 曾求仁这人 学生对王爷说过 和我都是东海夫子的 私书门生 红石点头笑道 哈哈哈哈 那也可叫得你一生老师了 聊到一乡 望门头指而不遇 难怪他牢骚 既是外地来的 先请安置用饭 完了 过来我见见 说吧 便摆着步子进去了 旷师臣就住在王府政院的乡房 张熙跟着他高一脚低一脚 穿堂入室 好一阵子才到 这时掉的老高的心 才算放了下来 迷迷糊糊的跟着进了屋 按施礼 给旷师臣叩拜了 坐下才笑道 后门身四海呀 真一点也不假 连回路我都记不清了 旷师臣出外吩咐人送饭 反身回来说 哈哈哈哈 曾求人给我来信 你在河南的事 他已经知道了 幸亏昨天接到信 不然我也不能见你 如今四下都在拿你 你竟钻到北京来 真好胆子啊 邝老师 我不连累你 想把我送官也可 给我几两盘缠 自己走也可 旷师臣盯视他一时 先知 真不愧曾子的学生 我不是那样的人 灯下黑 你在这里 安如泰山 不过曾先生确实有信 叫你速归 待会儿你一看就明白了 一时二人用过早饭 邝世臣果然取出一封信 交给了张希 张希展开看时 上面写道 浓于五帝 展坚如 久违岁月 延迁年华 寄来 一时三载矣 虽时有存问 而阴容窥阁 思之神商 五弟子张希 已离河南 乘谢祥告 寄来比盘费已尽 难以返乡 其若复经秋风 叛促其速归 十八盘 地足夜眠 畅言百年之事 君上亦否 匆匆不云 曾静 顿手 正是曾静老师一笔 极端正的中王小书 张希将信 交还邝世臣 既如此 就请邝老师 秋风些许 我这就登城 还要往下说呢 院里有人喊 王爷请师爷 和客人过去说话 好 我这就来 邝世臣答应了一声 转身对张希说 王爷想知道外头的情形 他问什么 你直说什么 不要紧大 说吧 二人出来 却不进上房 从南边西墙 越洞门 进了花园 果见红石 站在书房门口送客 两个灵顶辉煌的大员 一前一后迎面过来 邝世臣 拉着张希站到永道边上让路 口中笑道 孙大人 杨大人走好 那两个官员不言声的出去了 红石 招呼二人进来 见张希 只是东张西望 坐在椅上 有些局促不安 便笑了 哈哈 随便些 不要拘束 我有许多时候啊 没有出京走走了 想找个人留留 孙家干和杨明石他们过来了 不然呢 连这点空也没有的 张希 出身湖南店农家 离着县城 还有四十多里 那里人多地少 家有良请田 不把米罗丹 在店家看来 就是天上人了 他跟曾经读书 也在香烟 以后多次应考 也只省城里走了走 连这次闯祸在内 奔逃树城 也是见关就躲 并没有真正烧射换海 乍然到着天皇贵胄 忠明顶石之家 但见宝平一顶 文窗摇草间 全侧满架图书琳琅 眼前人物各个文秀辉煌 一威堂皇 就是狼下立的三等 朴妇小丝 也都变身 罗矣 体态尊贵 仿佛处处 都有一种 看不见的威样 翼的头也抬不起来 紧张的 两个手里 都攥得冷汗 直到红石开口说话 张希 才稍微的松弛了一点 开着鼻尖上的汗说道 外尖 这时正是地藏王生日 是女人们过的节 有烧仇怨香的 送祭库的 点肉身灯 报娘恩的 旷世辰 见他紧张的发呆 说话都结结巴巴的 哈哈一笑 起身给红石和张希 都倒了一杯茶 一边往手里递 一边说道 不是问你这个 比如各地 阴雨汗捞了 庄家收成了 还有街坛相依 你随便 你随便聊 红石笑着点了眼头 我要民间口碑 对大事有什么议论 比如说 月中旗 年庚尧 田文京 李贝这些人 还有我和保新王 厄齐纳 塞斯黑 外界 都有些什么议论呢 张希这才明白 红石的意思 他毕竟是个胆大如斗的人 喝了两口茶 已经渐渐地 真顶着下来 今年各地 只是春夏枝礁时 略汗了些 有的地方 死了苗 补种了之后 长势极好 河南山东直立 这三个城 丰手已定 百姓们都说 幸亏朝廷 撂在前头 种子被的足 不然就辜负了 夏秋这几场好雨了 我过来这几州几县 都忙着晒顿 腾仓库 就粮 国库 折价一半 老百姓都争着买呢 咱爷说的 这几个人 都是国家大臣 老百姓 指着顿里 看着锅里 只要有吃的 不大说这些事的 哦 我可是听说了 这些闲话呀 有人说我和宝亲王闹家务争味 这可是有的 没有没有 并没有说爷和宝亲王闲话的 倒是说 他突然觉得失口 便掩住了 喝口茶 又改了题 说 说李卫志台身子不好 还有说田志台已经病倒了 还说京师来了个神仙 十五雷法 镇死了个老藩僧 红十四笑不笑 哎呀 你这位令贤侄 可真能逗啊 我问他东他说北 我问他南他答西 有没有说皇上短处的 比如说 他篡微 这兜头一问 张希仿佛挨了一闷问 顿时脸色 傻白